诶 杨澄霖很可爱 我就说他很可爱 消血 同屁 不是啊 不是啊 这跟那个恋同屁那个 哈哈哈哈 杨澄霖说同吗 杨澄霖不是同啦 对啊 说15岁以下是同 对啊 杨澄霖已经二十有一了 就是已经不是同了 教 男人是不是爱YouTube 这肯定是的 正常男人 你一定是喜欢新鲜感的 那娇娇爱不爱YouTube的呢 我是台湾最有名的 爱YouTube的艺人之一 但是我很喜欢欣赏 就我觉得我们欣赏美女合理嘛 就今天看到杨澄霖很可爱 我就说他很可爱 消血 同屁 不是啊 不是啊 对啊 这跟那个恋同屁那个 杨澄霖说同吗 杨澄霖不是同啦 对啊 说15岁以下是同 对啊 杨澄霖已经二十有一了 就是已经不是同了 男人会喜欢YouTube 是因为他年轻的躯体 我们是因为下半生思考 对 但是 难道22岁的女生 她就没有别的好处吗 有 当然有 杨澄这个达人 当然有 你会觉得充满活力吗 因为他们真的是体力旺盛 精力无求 创意十足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想到新的点子 你会不会觉得 两位男主持人年纪跟你差太多了 其实还好我觉得还蛮不一样 可是杨澄霖我以前就认识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歌唱比赛出来的 然后那时候是杨澄霖主持 就已经认识杨澄霖 杨澄霖 你真的有杨澄霖 杨澄霖都是跟年轻人在一起 对啊 杨澄霖都是在第一线 你女儿整个晚上我都包啦 对啊